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陈叔叔 怎么了 什么 东洋 定居你妈妈的委托 这里有两份协议书 你先看一下 妈 你这要干吗呀 东洋 这两份协议 一份是断绝母子关系的协议 还有一份是跟这个女人的离婚协议 你选一个签吧 我不选 妈 你这就是无理取闹 好 他不选 你替他选一个 我也不选 我没有权利替东洋做决定啊 你之前替他做的决定还少吗 妈 我们还有事我们先走了 站住 你要是出了这个门 就不再是我的儿子 就不再是我的儿子 东洋 东洋 站住 你这样会把你妈妈气生病的 她这么闹下去我也会气病的 东洋 你先别冲动 再跟妈妈好好说说吧 对 听话 去回去坐好 和妈妈好好地协认一下 有什么好协认的呀 陈叔叔 我不做选择题 他要是不想认我 分分钟可以不认 干吗拿法律来证明啊 走立威 还没走 东洋 我还有第三 二四 你们不想看看吗 东洋 前两天我把家里所有的不动产 都转移到我命下了 还有金银首饰 之前的股总 我也放到了银行和保险柜里 你没意见吧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你 你有处置群 我没意见 你呢 我 对不起 你又不是我们家的人 你当然没有发言权 这是一份婚内刑 是根据东洋妈妈的要求 我所拟的 你要是同意的话 签个字 这份协议规定 我们邱家的财产 不管是婚签还是婚后 都跟你武林飞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只爱我儿子的人 不爱他的钱吗 那你就签了他 才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 妈 我的就是林飞的 你这么做对林飞太不公平了 你们之前瞒着我做的那些事情 对我公平吗 我签 妈 今天当着您的面我再说一遍 对我爱的 是东洋的人 不是他的钱 我签 来来来 大家把手头工作放一下 我宣布一件事情 来来都过来 好 这位是新来的韩一家主任 以后我的工作就由她来接替 大家鼓掌欢迎 韩主任 要不您说两句 大家好 出来乍到 其实我对这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我今天既然来到这儿了 也算是跟在座的每一位有缘 所以真心地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里 能够紧密地合作 相互帮助 共同进步 共创辉煌 这位是武功 是我们社里的头话才子 对业务也十分熟悉 以后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随时可以问她 请坐观照 韩主任 我有一个问题 咱们武前卫上半年连做了三本畅销书 为什么总部一点表示都没有呢 对啊 对啊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董主任 你不要打击我们这些小员工 对于新来的韩主任的期待嘛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韩主任啊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魄力的人 他是一定不会忽视我们这些 来自基层员工内心的呼唤的 对吧 对 莫菲 别闹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 需要上报总部集体讨论 哦 讨论哪 那讨论多久啊 两周 两周时间应该够了吧 不会 别胡弄了 行行 你有完没完 韩主任 我带你去业务转转吧 你的问题 我们会开会中天讨论 你干嘛呀 蓝什么蓝啊 我是替你打抱不平啊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刚才那个场合你提这些 让人多下不了台 那他们抢你工作 让你下不来台的时候呢 你的好友我心领了 但以后做事别那么冲动啊 我就是替你委屈 他们给不了你的公平 我给你啊 怎么着 我以后跟着你混啊 怎么了 跟我混还怕委屈你啊 行了吧 我知道你仗义 该干嘛干嘛去 喂 等着我马上下来 妈 你慢点慢点高跟鞋 就是这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蹬鼻子上脸 你来我公司干嘛 我知道 我这不是也没办法吗 我有急事要去趟苏州 本来乡亲小汪照顾你儿子丁丁的 谁知道这孩子死活不肯非要你赔 不是你去苏州干嘛呀 丁丁那么销售 你动不动就不在上海了 不得个人合乎跑销售啊 你跑什么销售啊 丁丁才多大呀 没人照顾怎么办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我不跑销售 我拿什么养他呀 我也不想天天来麻烦你 要不这样吧 你直接把丁丁的抚养权让给我 以后你忙你的 丁丁不用你管了 武功你没事吧 你还在这处等着我呢 不是你没有时间带丁丁的吗 你把儿子带回家阳 你现在媳妇能干呀 那是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把抚养权让给我就行了 凭什么呀 我一把屎一把尿袋大的孩子 你上来就捡一线池了呀 不是前几天你还说我要是不跟你钱的话 你就把丁丁送给别人嘛 那你现在正好把丁丁送给我不就得了 我便宜谁我也不能便宜了你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钱的事 就你给我的那张卡 现在还在银行里扣着呢 一分钱都没取出来 笑什么 没笑 我知道 你给我的那张卡 根本就取不了钱 怎么可能取不出来钱 是你自己笨好不好 你少跟我来这趟 好吧 武功 长新眼了是吧 跟我玩这个 我还被你感动了一把 行 你要想要儿子抚养权也行 五十万拿来 否则你想都别想 你能不能替丁丁着想啊 别动不动就钱钱钱的 那你好好想吧 我还得赶个大巴呢 给我站住 把丁丁接送卡给我 武板 你搞清楚好不好 现在是你来求我接丁丁的 心情不好改主意了 你要不给我武板 我就继续让小王今天晚上 照顾你的儿子 干嘛 给你钱 怎么痛快都不好 背着劲 来 走了 不用送 我爱你 下班了 是啊 真可爱 下班了 武功 这是谁孩子 捡的 捡的 行 打听那么多干嘛 行 那我先撤了啊 嗯 拜拜 写作业啊 丁丁 吴吴阿姨 哎 月小青又出差了 嗯 丁丁 晚上去阿姨家看动画片好不好 好 哎别别别 上次已经够麻烦你了 我是邀请丁丁去 我又没有邀请你 对不对丁丁 那谢谢啊 看来 看来 改天我一定要请你吃饭啊 哎 干嘛改天啊 就今天吧 今天 嗯 那你想吃什么 啊 我想想 丁丁 你想吃什么呀 看 丁丁 你干什么呀 你吓着孩子啦 丁丁 你别害怕啊 你告诉阿姨你想吃什么 阿姨替你做主 其实 丁丁最想和爸爸 在家里吃一顿饭 好 咱们今天啊 就在家里吃 好 来 你做好了 丁丁 吃饭了啊 吃饭喽 来来来来吃饭 来啦 丁丁 帮爸爸去拿筷子 好不好 去吧 你也不问问 我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 你又不是傻子 再来说我也没瞒啊 那 你就不怕我把你有儿子的这件事情 传得满城风雨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只能证明我交错朋友了 算我看错你了 好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不过 其实谁还没点过去呢 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这么一直瞒着江丽姐 不太好吧 才多大啊 搞得你好像什么都懂一样 我怎么不懂啊 夫妻之间嘛 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信任 你说你这件事情瞒得越久 等以后江丽姐迟到了 对她的伤害越大啊 你还太年轻了 你不懂得生活 我怎么不懂生活了 那我对江丽 只要她开心我什么都愿意做的 算了算了 反正这事情的轻重啊 你自己最清楚了 但是呢 我还是应该好好地谢谢你 为什么 干嘛好好谢谢我 谢谢你帮我照顾丁丁 而且知道真相了 还替我瞒着 那我算不算是一个合格的红颜知己呢 红颜知己啊 如果论红颜的话 你的样貌绝对是百分之百的合格 但如果论知己 你的懂事程度 还有待努力 你说的好像谁愿懂你 接个电话啊 喂 喂 喂 五公 你赶紧过来接我一趟吧 我现在人还在苏州 我被那个合伙人骗了 他本来是把我过来谈厌我的 谁知道 谁知道 你不是让我赔酒啊 你不是来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现在被逼得躲在卫生间里 我都不敢出去 那不是好事吗 证明你风云犹存 饱到未老啊 恭喜啊 在里面干嘛呢 我求你了 你赶紧快点救我吧 只要你过来 我马上竟然放弃 丁丁服药群的协议 喂 喂 喂 你说的啊 行 你发位置给我 我一会儿找你去 来来来 赶紧吃饭 赶紧吃饭啊 去饭了 去饭了 来 雨小姐 开门 开门 李总 我 我上厕所呢 有点辣肚子 一会儿到那儿啊 你先进去 要是没事的话 你就把人带出来 要是有事的话 你马上给我发信息 我就在外面等着 我会马上报警的 谢谢啊 行了 不过你这个前妻啊 真是不省事啊 你可得当心 这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以后肯定会有更大麻烦的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我看你就是不知道 你这人最大的毛病啊 就是心太软 别说话 喂 莉莉 哎 哦 我在单位里写东西呢 怎么了 哦 那我可能还得有一会儿 要不你先睡吧 哦 不是 嗨 电脑里面弹出一个汽车广告 对对对对对 啊 行 早点睡吧啊 哎 晚安 哎 你这谎话编的 可真够圆的 还不是被逼的吗 不是怎么说 我也是个挺火的网络作家 还是有点心情优势的 都继续这么长时间了 开门开门开门 来 李小姐 喝这么几杯 你跟小溜啊 看警察开门了 开门开门啊 是鬼子啊 你们带着我们老大 抓什么情况呀 除了 我这边坐下我就 来 不是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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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谁啊 伤我这事 我不是来过解释的 我是来救你 救我们 来 来来来来来 不是不是 都打开门了 闭嘴 那你 跟我一分钟时间 我让你们见证齐气 就一分钟啊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看看 你们看看 干嘛呀 就这种女人 你们还敢带过去跟老大交差 你们是不是不想混了 有点磕烧 我先走了 谢谢你 救了我 你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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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你是不是傻 什么样的人 你都敢跟他们做生意 你不打击打击人家 我打击啊 敢让我当中卸妆 你不知道我卸妆不能见人啊 你要不要上医院啊 你的脸好像都肿了 不用了 需要伤而已 你这到底是怎么弄的呀 狗咬的 狗咬的 谁让我是女动兵呢 五哥 这个没 有你什么事啊 闭嘴 您好 您是五前辈的前妻吧 我儿子丁丁呢 真是劳您费心了 您还记得丁丁呢 你冲我发什么火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弄成这样啊 你都多大人了 一点判断能力没有 哪儿你都敢去 谁都换东西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事情多了 每次都让别人给你擦屁股 以后碰到这种事情 别跟我打电话 完了完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手机拉叶总会啊 那怎么办呀 那也不能折回去啊 没事 我家有闲置不用的 我送你来 他不敢用 他把他老婆抢了 对吧 你还有点疏问 闭嘴 美女 掉头 我回去帮他把手机拿回来 我不欠你这人情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还嫌事情不够热闹 你能不能稍停点 还不睡啊 还不睡啊 再有点弄完 这林飞这孩子就不回来住了 这不是你喜为乐见的吗 他说话吗 那我也没想到他搬得这么快呀 你说人这东西挺有意思的 当初他在的时候吧 我还挺烦他的 可他这么一走 我还挺牵挂他的你说 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对了 锅里那个豆腐皮包子还有没有啊 有啊 帮我惹一下呗 武功现在加班一会回来就可以吃了 武功我不管 妈 行了 我去惹 真是的 我这上辈子也不知道欠了他们家多少钱 这没日没夜的 老的小的我都得伺候 这拿我当老妈子 亲妈妈妈的 谁比我妈妈的 你好 喂 喂 这个不是武功的手机吗 什么武功啊 再让老子见到他 老子废了他 告诉他以后别赖苏州了 我 葳葳 今天真是谢谢你啊 不用跟我客气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让你见笑了 没有 哪儿的话呀 你跟武功是朋友吧 我们是同事 也算是好朋友 你结婚了吧 没有 男朋友都没有 你喜欢武功吧 别不好意思我看出来了 晓晴姐 你可别乱说 前辈已经结婚了 晓晴姐 您住的那个小区 是不是往这儿走啊 我们没走错路吧 我也不知道 你就跟着那导行走吧 没错 好好好 葳葳 我跟你说 武功这个人挺不错的 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这些说话变得挺毒蛇的 但人品性格那是没得说的 就是命目不好 没内福气 不过 葳葳 我听说呀 她老婆人不怎么样 听说彪悍得很 小点声儿子睡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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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睡呢 你电话怎么在别人手上 你脸怎么了 你真跟别人打架了 没事 你等着 你这样担心死我了 我怎么弄的 你脸肿成这样呢 Q小姐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想说什么 我 我笑来买笑意 不小心碰到流氓了 他们抢我手机 我跟他们抢起来 就摔倒了 不是 你傻呀 你先回人家抢你东西 你给他呀 钱财是身外之物 犯不着拼命 你的命比这些东西值钱多了 锅里有包子 我妈刚热的我去给你拿 再来不错 知道了 知道了 老婆 都这么多好吃的 哪是 你媳妇嫌贵什么呢 那必须的 要不来点果酱 来一点 冬阳 我看你这两天挺疲惫的 是不是公司的事不太顺利啊 最近公司的业绩不太好 你都不知道啊 开董事会的时候 那帮老家伙 一个个都朝我开跑 轰的我都不敢出声 要是我爸在就好了 冬阳 你要记住啊 任何时候 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 陪着你支持你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啊 你要是觉得心里伤心失落了呢 你就瞧瞧你媳妇的笑脸 是不是顿时觉得满血复活了 那必须的 对了老婆 你看看 这是我家钥匙 你拿好了 以后啊别送东西过去了 直接去我家做 我觉得 我还是做好了再拿过去吧 你妈要是看到我在厨房里给她做饭 她估计得气地把我扔过去 你忘记你之前说的了 她要扔一百次盘子 你就捡一百次 她要扔一万次你就捡一万次 现在你都可以进家门了 你还怕搞不定她呀 即使她要赶你的话 你就把厨房门给锁上 你做好了跟她端出来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行 我就全当我是打游戏通关了 你妈呢 就是这个终极大贝斯 只要把她拿下 咱们俩就到她幸福的彼岸了 对呀老婆 您这么想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 尝尝我老婆的手艺 为何我们led有那么多多酱 你们也来不打扰 我们们要让银子 你把我带来了 zeg 我们去银子 要吗 你去银子 我记得了 我温柔 我们要带走 然后我们走 她忍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干什么呀 大清早的 在我们家厨房捣乱 这时间还早呢 您再上去休息会儿吧 等菜炒好了我上去叫你 我这个做菜不太习惯别人看着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我问你 谁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是您啊 那你没经过我的批准 为什么要进我的厨房 厨房吗 用油又不会坏 你耍什么贫嘴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反正您好久没用这厨房了 这装修设备这么齐全 长时间不用不可惜了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家那么大 你要不住进来也可惜啊 这我真没这么想啊 是吗 一步一步的你就会登堂入室吧 瞧您这话说的 那我和东央已经结婚了 本来就是他的证实 你话呀说得太早了 有我在的这一天 我不会承认你们这段关系的 知道吗 你不用承认就行 你说什么呢 我说菜快凉了 您您抓紧吃吧 来 趁热 你 你做的这是什么呀 不太合你胃口啊 你这个 你把盐罐子打翻了 这个汤 你把胡椒粉打翻了 这个汤 你干嘛 你心想成心堵死我呀 我哪能呢 你别以为你嫁给东阳了 你就坐稳穷家媳妇的位置了 你干嘛 你想成心的整我啊 我 我这穿梭就是发挥失常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我肚子疼 我肚子疼 我看看我 你别碰我 肚子疼 肚子疼 那那那那我带你去医院吧 慢点慢点慢点 我肚子疼 这么疼啊 这样吗 那我来背着您 我背你去医院 不行 行行行 您上我背上来 好 不着急不着急 我背你 慢点 你别乱动 我肚子疼 这儿呢 不行疼疼 这儿没了 李莎 不行疼 但是我的腰是不是断了 初步诊断没那么减重 一会儿给你拍个片子就清楚了 可是我站不起来也走不了路 我的腰是不是真的断了 你别紧张放松 我再帮你看看 林飞 童阳 我真的不是无医的 我妈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我在最近查到 怎么 怎么会突然就摔倒呢 医生 我妈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被医指弹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病人一直让让痛 为了保险期间 还是做个全面检查吧 好 谢谢医生了 不客气 谢谢啊 妈那怎么样啊 东阳 我腰断了疼死我了 妈 医生说您没事的 都是因为她 是她故意把我摔到地上 我把腰摔断了 不是故意的妈 我不是故意的妈 妈 先别这样 咱一会儿做个全面检查 检查完就没事了 谁说没事了 我都要摔倒了 我的腰都摔断了 疼死我了 东阳 对不起 我又闯祸了 干吗说又啊 我有的时候真的在想 是不是因为遇到了我 所以你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麻烦 别这么说 是我太笨了 老师能像我嫂子那样聪明能干 你也可以少操一点心了 本来我不着急的 可是你这么妄自飞 给我反倒着急起来 我觉得呀 先治好你的惶恐症 比治好我妈的公主病还迫在眉睫 医生 我妈怎么样了 检查完呢 你母亲没有伤到骨头和肌肉 可以带她回家了 太好了 谢谢医生 不客气 谢谢您啊 咱们去看看妈吧 你脚怎么了 刚才摔倒的时候扭了一下 你怎么才看见啊 行了 我赶紧带你去弄男药去 还是先去看你妈吧 我估计她待会儿又要骂我了 看在我受伤的份上 希望她能骂得清我 好吧 那你小心点啊 来 慢一点 龙阳 我动不了了 妈 医生都说了 你真的没事 那都没伤到骨头和肌肉啊 可我就是动不了了 我跟你说这家愿言不行 我明明是难受 但是她检查不出来 妈 您要相信科学 这CT已经做了 机器说您没事 你肯定就没事了 你插什么嘴啊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我动不了了贪了你高兴了是吧 你可以更方便地整我了对不对 妈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那林飞为了背你 你看她脚都扭伤了 她真不是故意的 她就是故意的 难不成我撒谎了 东阳 我要真的动不了了 你是不是就不要妈妈了 妈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妈 动不了您就暂时先别动 我给您找轮椅去 什么事回家再说吧 有轮椅来了 你帮我好好检查检查她 有轮椅来了 为什么呀 我把她在轮椅上动手脚 好 好 好 东阳慢点儿慢点儿 啊 怎么了 刘阿姨不要让她发现我做轮椅 一直嫉妒我 在圈子里要知道我做轮椅的 我笑话死了 慢点慢点 冬妍 咱们晚上给妈弄了什么吃 冬婉盈 刘婷 刘阿姨好 这是冬妍吧 这几年没见也都长成大小伙子了 你这是 我妈她呢 我没事受了点伤 这没事 刘阿姨好 我叫伍晨菲 是冬妍的太太 这冬妍都已经结婚了 黄婉洋你这赌不够意思了 你怎么也不提前偷这一声呢 你真没事啊 我没事 阿姨 瞧我妈这都站不起来了 你愿意瞧出什么毛病 包括冬妍急的呀 怎么会这样啊 我 我没事 行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那你就好好休息 不过几天呢 找你去打麻将 好 我这还有事先走了啊 好 再见啊 好 慢走啊 阿姨再见 妈 你这没毛病啊 不用做轮椅了吧 谁说的 不行不行 我不是那两个 我不让她看我笑话 不行不行我腰疼 不行 你看我就站了这么一会儿 我的腰又跟挣扎了似的 东洋 你别上班了 今天好好在家陪陪妈妈 好吗 好 好 走吧 来 来了来了 嫂子你怎么来了 这两天不是降温了吗 我看你羽绒服都赖在家里 顺带给你送过来 这都过季的衣服了 不要了 你看牛丁也给送过来了 这豪门媳妇说话 口气果然不同啊 不是 什么味儿啊 你是不是烧东西了 哎呦我受肚中哎 哎呀你出去开门 你不知道关火啊 再说你扎着东西 你不让开油烟机啊 好棒啊 你这是在 在炸钱盒啊 你还在企图攻占黄远营的位啊 是啊 可是她最近穿了软胃甲了 我这攻坚战暂时失败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策略 不一定能奏效 你越是想讨好她 她越觉得你有企图心 你不如正儿八经外边找一个工作 业余的时间好好充实一下自己 总比在这儿当家庭主妇 伺候别人强吧 哎呀这人和人啊 她理想抱负不一样 像你是有大理想大抱负的人 可是我呢 我就是想当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 我就每天呢把这个饭做好 等我老婆回来吃 然后呢带着孩子逛逛公园啦 上着兴趣班啦 每年年底再安排一次全家的出镜游 这多好 哎 这真是很多女人的梦想 但你知道 中国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女人是做不到的 你明白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 妇女能顶半边天 我们必须跟男人一样去工作去努力 才能赢得这个社会的尊敬和男人的忠诚 你等一下 嫂子 你那意思是 我要是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 都要会嫌弃我 我的意思是 你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 你可以依赖他 但你不能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意识 那我已经嫁进这个家里了 我肯定有办法在这站稳脚跟 谁也敢不走我 爸妈要是听到你这些话呀 只会被你气死 嫂子 你可千万不能让爸妈知道 我和东阳处一块了 你还想让我们怎么样啊 都替你瞒到现在了 就差成你的帮凶了 等爸爸哪天发现了 责任全在我们 不是 那你总得给我点时间 你让我先把我婆婆搞定 对吧 求你了 嫂子 难道你却会对着我傻笑 还以为朋友们都不知道 爱情的味道 谁会不明了 只不过对你开一个玩笑 只不过对你开一个玩笑 怎么能让你脸红油心跳 笨得像头 无可救药 傻傻的刚好 你对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怎么让我知道 你是真心 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 就该让我知道 你对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怎么让我知道 你给我的真心 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 就该让我知道 你给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怎么让我知道 你是真心 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 就该让我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